好来看待凶残的虐狗事件 台东成功镇一名核心男子养了五年的爱犬夏可 上周五呢陪同四组的母亲到餐厅来上班 但却反常的独自提早回家 那么四组到家开灯一看 经见爱犬的背部是惨遭了历刃割皮 鼻甲骨裂 紧急送医手术 那么目前呢警方已经闲寻了调阅监视器来气熊 小黄狗夏可趴坐在笼子里静养 神情充满恐惧 刚刚经历完一场救命手术 夏可头部包裹着纱布绷带 面部和鼻鼓也缝了好几针 四组心疼地摸摸头安抚情绪 因为任谁也想不到 竟会有恶意人士对温和亲人的狗儿痛下毒手 四组何先生在脸书贴出一张张血淋淋皮肉分离的照片 希望借助网络的力量揪出这名恶人 事发在10月29号 何先生养了五年的爱犬夏可 一如往常扮演保镖角色 陪着四组的母亲到餐厅上班 在主人工作的期间 他跑到屋外玩耍 之后却异常独自提早回家 直到四组何先生回到家中 打开灯一看 吓得将爱犬紧急送医 开刀手术 针对该犬之可能出没之场所调阅监视器影像 并加强查防犬之经常活动 第寻找可疑线索当中 爱犬夏可全身大面积撕裂伤被不遭力刃割皮 就连比加固也遭到盾气重击 伤势相当不乐观 目前仍收治住院观察中 警方受离案件后 以巡线调阅监视器弃凶 并同步通报台东动物防疫所调查 这里是沙沙会成功证报道